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偶然再次相遇的他们很快便坠入了爱河 之后 恋爱一年就分手了 离婚后大S聚俊叶再度联系并见面 约定好剩下的一生将在一起 他们安静地先完成了结婚登记 不举办婚礼 吴佩慈还点赞了这条结婚的消息 大S离婚仿佛就在昨天 结果今天她又结婚了 相比之下 大S前夫汪小飞过的就没那么舒心了 汪小飞和大S离婚之后 又卷入与网红张盈盈谈恋爱 疑似婚内出轨的争议之中 虽然她多次否认 但网友似乎不买账 即使舆论一编导地指责她 但汪小飞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她仍然在直播带货 只不过与以往相比 弹幕评论变得不太好看 很多观看直播的网友 都对她冷嘲热讽 看得出来汪小飞的心情 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脸色不太好 看来一时之间 汪小飞是不可能扭转舆论了 只能说自己做的 就得自己承受吧 想当初 大S和老公汪小飞结婚以后 几年没有怀孕 也是急坏了家人和他们自己 于是就开始了漫长的囚子之路 也是四处寻医问药 烧香拜佛 据大S回忆 那个时候的他们非常的恩爱 也没有这么多事 每天过得很开心 一起幻想以后的日子 后来他们有了女儿 接着又有了儿子 但是现在却变得一点都不开心 两地分居 惨淡收场 小S在综艺节目里提到大S 我姐最近变得很漂亮 漂亮到像回到17岁的样子 另一个女生问她 为什么每一个离婚的女生 都好像焕然一新 回春了一样 小S直言 她可能在婚姻里不幸福 没想到大S给汪小飞的体面 被小S一句话就揭穿了 其实 大S和汪小飞官宣离婚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在恭喜汪小飞 他们一致认为 大S太难伺候 汪小飞终于是脱离了苦海 但其实说句实在的 这十年婚姻大S也是付出了很多 汪小飞的付出更多是在两地的来回奔波上 而大S的付出和牺牲她从来都没说过什么 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 想必她也是不会提离婚的 婚姻是很复杂的 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但让我很为之感叹的是 汪小飞和大S结婚十年 两个人连定居在哪都没有搞定 能维持这么久的婚姻 想必也是真爱了吧 大S跟汪小飞是闪婚 两人从相识到结婚 不过四十几天 一共见了五面 像集了偶像剧的情节 他们出见是在2010年9月 大S因为拍戏受伤 在北京治疗 他们还是经过安以轩介绍认识的 但是后来也不知怎么低大S 和安以轩返幕了 这当然都是后话 大S遇到爱情还是很疯狂的 她自己曾接受采访说 一见到汪小飞 就想跟她结婚生孩子 许是一见钟情的魅力吧 大S后来也的确嫁给了汪小飞 而且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才生下孩子 大S生孩子 简直是鬼门关走一遭 可她还是坚决生了两个 而且要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还有可能生第三个 想必也是因为她真的爱往小飞吧 他们俩见了五次面 就商量着要结婚了 什么都没准备 汪小飞拉着大S买了对钻戒 衣服也没换 就找朋友给她俩拍了几张合影 大S甚至连妆都没补 就这么仓促着把结婚大事给定下来了 那时候的他们是火热的 怀着对未来婚姻美好的愿景 所以说一见钟情一定是因为爱情 而且爱的是失去了理智 爱得发了疯 我们都知道汪小飞跟大S办的那场婚礼 直到现在还是世纪笑柄 那场婚礼简直就跟一场闹剧一样 可是大S爱的是汪小飞这个人 她可以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对于她而言 遇到爱情 结婚了就行了 形势没那么重要 结婚之后 起初大S也是住在北京的 但是远嫁的她还是多有埋怨 非常不适应北京的气候 她曾在13年发微博说自己受不了空中的柳絮 还有就是北京实在是太干燥了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你像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一个长期生活在南方的女孩子 要是嫁到北方生活在北方 想必也是受不了的 我身边也有南方的朋友说自己不适应北方的天气和饮食 她生活在厦门 却嫁到了东北 东北的天气对于她来说 可是一个大挑战 还好她只是跟老公偶尔回老家看看 要是长期生活 估计也离婚了 大S头脑发热结婚的时候 可能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我们总以为我爱你 可以抵消一切所谓的不是 可最终还是我们高估了爱情 婚姻实在是太复杂了 他们是不了解对方的 在生活方式上 也是男人北辙的 汪小飞很喜欢跟朋友聚会 喝酒 吃烤串 可是大S喜欢安静 她很烦那种烤串 和自然混在一起的味道 汪小飞喜欢把大S 介绍给她的朋友认识 很是炫耀 可是大S不喜欢这些 汪小飞很粗之大业 情绪上波动也很大 这又是跟大S格格不入的 除了这些 还有汪小飞不过是个伪富豪 大S希望自己找个金龟婿 可是没想到 所谓的金城四少不过是自封的 还记得王思聪 对汪小飞的调侃吗 说汪小飞 不过是裤腰带里 有几个刚蹦而已 你要说 大S虚荣吧 可问题是 当她知道真相的时候 她也没想着 抛弃汪小飞 而是跟她共进退将近十年 汪小飞的妈妈张兰 是翘江南的创始人 最高光的时刻 是2008年 翘江南成为北京奥运会 唯一一家代表北京的中国餐馆 之后 翘江南借着这股东风 火速进入一线城市 张兰也如愿进入 胡润餐饮榜单第一名 而汪小飞 担任翘江南旗下的 高端会所兰会所的管理者 专门接待名流 林兴 一天赢业额 最高可达300万 可是后来 张兰对赌协议失败 翘江南换了掌门人 从那之后 汪小飞跟母亲的事业 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也难怪王思聪 曾内涵大S哭晕 在厕所 这下连钢蹦都没了 许个明星老婆 还是有好处的 你可以蹭她的热点和流量 汪小飞几乎每一次创业 都得拉上大S 汪小飞还搞过一次 关于茶的投资 代言人也是大S 结果这个茶品牌 根本就没有上市 汪小飞喜欢折腾 玩物流 玩文化传播公司 但是甭管搞什么 都没有什么成功 就连名声最大的S Hotel 说白了还是打着大S的名义 还有婆婆张兰 也是各种蹭大S的流量 最出名的 就是张兰的 无实物表演的名场面 当时在网上 也是被人笑到不行 张兰现在玩直播玩得挺溜的 她是按互联网直播的热点 所以自从大S和汪小飞关 宣离婚之后 她一直都在直播 她知道此时直播 对她而言是最赚钱的 自从结婚之后 大S一直被爆离婚危机 因为钱不停吵响离婚 大S并没有从这场婚姻中 得到多少好处 反倒是汪小飞和张兰 占尽了她的好处 可能是早做好了离婚的准备吧 在离婚声明还没有发出的时候 有相关媒体爆出 汪小飞和大S已经无商业关联 也曾有新闻爆出 大S卖豪宅为夫抵债 不管这些事真是假 他们结婚后 余旅遭遇财务危机 一定是真的 当然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们相比较于我们普通人而言 还是非常有钱的 他们的烦恼 也是我们常人不能想象的 他们俩的婚姻怎么说呢 也就是大S本以为 自己找到了一个有钱的老公 还帅气 可是为了想结婚之后 老公经济上要依赖他更多一些 老公不找他倒贴钱 就不错了 这几年大S很少营业 可是娱乐圈可是发生了 惊天动地的变化 等到大S再回来重操就业 想必也不会有当年的风采了 毕竟大S已经45岁了 算是过期一人了 自从结婚后 大S的确是在两个孩子上 投入过多 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除了以上这些 还有大S在生养孩子的付出上 我们都知道 大S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女人 她极其自律 奉承要么瘦要么死 对她而言 一个女明星怎么可能胖呢 但是自从结婚之后 她破戒了 她向来是吃素的 可是因为婆婆说不吃肉 生不了孩子 她开始吃肉了 怀孕让大S一度胖到160斤 这对于一个女明星而言 实在是太恐怖了 生完孩子之后 她又快速让自己瘦下来 即便是怀孕让自己遭受了那么多 大S还是怀了耳胎 而且因为生弟弟差点断气在手术室 命悬一线 九死一生 可是这些也不妨碍她怀第三胎 如果不是在医学上宣告死亡 想必她都已经生了 这不是爱吗 她的付出还不够吗 差点连自己的命都没了 可是汪小菲呢 连的结砸手术都是不愿意的 当然她们俩还没离婚 只是让我很感慨 男人对女人的爱更多是形式上的 而不是行动上的 或许在男人看来 女人就应该承受很多疼痛 因为她们觉得生儿育女是女人的责任 是理所应当承受的 可是她们没想着为女人做些什么 当好爸爸好老公很容易 因为舆论对男人是相当宽容的 男人只要为老婆说句话 就有人说她是好老公 而老婆稍微做一点 就有人说她矫情 汪小菲不是很疼爱自己的女儿吗 但是女儿的屎尿屁 她也是很嫌弃的 大S曾说我老公不行 她那么爱女儿 但只要一闻到屎味 就立刻把婴儿塞给身边人 她是绝对不会碰有屎的东西 这一点也跟我老公很像 她比我大五岁 要是孩子拉了还是尿了 她第一时间都会喊我 这让我很生气 这些我就应该会吗 身为孩子的爸爸你不会 但你不会学吗 我能给他换尿布 你也可以 这些都是很琐碎的 但是男人会自动忽略女人 在怀孕生娃 以及养孩子身上的辛苦 他们对孩子说句 抱抱就能当的好爸爸了 我写这个是在强调大S 在婚姻以及孩子上的付出 生孩子进了RCU 命悬一线 这么多年为了养孩子陪伴孩子 几乎很少出来营业 但即便如此 还是会有人喷她 汪小飞为了老婆孩子 飞那么多次 其实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相比较于大S的付出不值一提 大S跟汪小飞十年婚姻中散场 其实这十年大S很不易 女人都懂 也只有女人会懂的女人 大S到底为这段婚姻 付出了多少努力 如今大S再婚 而且是和一个认识很久的男人结婚 相信他一定可以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